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这里是喜阳小当当 今天我们啥材料都买齐了,准备做一个大餐 我们三个嘴馋了,打算吃一个大盘鸡 这是我们准备好的材料 这是切好的土豆 辣椒 花椒、麻椒、辣椒一类的 还有大蒜、葱段和姜片 然后最主要的还有鸡 把鸡放在水里面搓一下 焯一下 在鸡焯水的时候最好用冷水 因为冷水的话熬血沫脏东西容易出来 现在去一下血沫 现在脏东西去的差不多了 然后把它捞出来 鸡已经焯好水了 现在准备放油开始炒 现在油已经热了 把鸡块放里面 把鸡块炒得微黄 然后放入葱姜蒜 现在可以放入大料也这样 然后现在开始放入酱油 现在放一点酱油 放少许白糖提一下香味 给它翻炒均匀 然后可以倒入热水 炒均匀 炒均匀 现在放入土豆 炒均匀 炒均匀 现在水已经烧开了 然后换成小火焖一会儿 让土豆熟得更臭一些 趁现在肉正在炖着 然后削了一块红薯 切好了红薯块放到锅里 滚个糖 现在把青椒均匀 现在把青椒放里面 翻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翻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盖上锅盖 手一会儿折 现在可以出锅了 好像短线倒立的 想吃辣椒了可以多放一点辣 按着今天上锅了 放了辣椒有点烧 好 可以吃饭了 导演吃饭呢 我给糖秤了 今天没秤 太碎了 幸亏我过来了 再温一点 好火 走成酷薯了 好了 我可不忘了 红薯糖 正然刚送点里拿了羊布 撕开唱 等个赔菜吃 外盘做好了 安三个吃了也不多 简单单是可美味 好吃吧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正合我口味很强 是哪儿大了 我很开心 现在 继续 要吃什么 药菜 还要吃什么 药菜